各位同学 圣经的同学 我今天终于还赶上这里来 跟各位致谢 谢谢大家 对于真相的追求 跟对我们这个当事人的支持 我不是不难主持人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今天这里特别要澄清 我认为真相早已经大白 对 然后我在9月9号 开过一个最终的审判会 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国人的面前 被指控的 做假的 总统也好 政大也好 没有人敢回一句话 他只有接受 所以各位是认为 这个真相还需要去追求吗 不用 是不是 不是99.9% 而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千 百分之万 百分之一的确实 对 所以我们下一步 我不希望说是 我们还去追求 英国方面 伦敦大学又搞了什么鬼 四方龙又搞了什么鬼 因为我们当初很清楚的城市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 当还有人1450要跟你质疑的时候 你记住三件事 蔡英文它不是假的 没有论文 他根本就完全是没有 没有论文 没有总统 完全没有 他不是做假 他连假的都拿不出来 假的都不像个样 他完全没有论文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看过他的证书 然后我在9月9号 所展示给大家看的 他连所有我们在学院里面的人 该经历的严格的审核程序 他一关也没有走 当时他变称说 当时的教育部 是国民党的 不是民进党的 当时的政大 不是蔡英文开的 可偏偏 这两个地方 都替他做尽了手段 我们都要很辛苦的 一审二审三审 从系到院到校 经过一段的审查 然后我们都要有正本的论文 正本的证书 我们都要有非常真实的论文 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 三无的骗子 我连傅教授都不愿意再称呼他 因为那是骗来的 不要再称他什么贾博士 完全没有过 所以当如果人还问他说 我还觉得他打个问号了 很多疑点吗 伦敦政经大学没有说他 没有 其实侧边的证据已经显示没有 可是中间有很多的蹊跷 那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下 明明是完全虚无 完完全全是用手段骗术的骗来 不只骗了教职 骗了我们的薪水 甚至还骗到了总统 这是不是窃国 这是不是窃国 而且窃国 窃国 他窃国 他窃国也就罢了 如果他治理的很好 我们也就好认 可是大家今天看看今天的状况 几乎是倒行立施 每一天都让我们痛苦的为民主在掉眼泪 所以所有的假借公投 展用国家的公权力来压骗 欺骗老百姓 然后他的地方自治 他要收回所有的权利 他的独大 已经是前无古人 我相信民主政治还能继续走下的话 也后无来者 已经是荒腔走板道 难以相信民主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台湾还要生存下去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追求真相的阶段 早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要究责 到底谁该就这件事情来负责 来救台湾 那究责我相信当然要从1983年 84年 国民党执政底下 怎么会去不是民进党的教育部 不是蔡英文家开的政大 能做出这样子违法犯纪的事情 来袒护这样一个 他当时说是一个小女子 我看那个势力是非常的可怕的 不只是巨大的 为什么党国可以一致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我要秉出党派所有的要求 第一个国民党 你必须要深刻的反省 你必须要认错 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国民党乱行 中国国民党也要深刻的反省 对不对 对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重申 必须从这件事做起 表示他还有道德良心 是 他还能够重新的获得人民的支持 否则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共犯 我也在这边跟贺教授讲 我作为中国国民党的议员 我坚决认为 中国国民党对这件事情 也必须要做纠带 也要究责 展现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全新 有正义 有道德的政党 对不对 对 我也就这样的期待 我也希望国民党能重申 因为民主国家 必须要有个坚强的反对党 是的 对 今天所有的倒行律师 如果我们反对党够坚强的话 没有公投这种骗局 不用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资源 来做这样的一件游戏 把人民玩弄在手掌之间 如果国民党够强大的话 他不可能让预算从来没有过 俊富二足 国民党要强大 对不对 对 中国国民党要强大 对 要强大 对 要强大 对 强大的目的是什么 要制衡 对不对 对 要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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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就是制衡 立法院我们常常说立法院是做什么的 是帮我们人民看紧荷包的 几乎认为立法院是这唯一的功能 今天连这个功能都不存在 民主那真是天下最大的消化发生在台湾 不但立法院没有制衡的功能 不能帮助看紧荷包 我们的司法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完全被收编了 我常常比较悲观的说大家不要既望司法 因为司法现在已经是方锹走板 司法已死 已死 真的已死 那我这个司法人就觉得惭愧无比 我们怎么会培训出这样的学生 现在来掌握司法权 完全没有正义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 而且完全看执政党权力的脸色 所以立法已死 司法已死 行政都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当然最大的责任是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 行政立法 司法 考试 检查 完全破坏无一 宋文学院要怎么样的 民进党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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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我们现在在场的同学们能够分辨是非 能够追求正义 我认为现在台湾能够还继续的重申 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民主政治 还是要靠各位自己 我们不能仰赖所谓的这些政党 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国外给我们的公平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期待而已 我在猜测 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先救 因为他自己不愿意白警 1984年他犯下的错误 为什么伦敦静音学院要这么掩饰 除了我们说财务不清 他可能收受贿赂以外 很重要的也是他牵涉到他们的校长 那个社会学界的大师 计论师 这他脸都打不下来 不管是国外有怎么样的审判 甚至台湾的司法 还有一点点的生习 也许站在司法上有所救济的话 各位相信 蔡英文会承认吗 不会 他会认错吗 我们就说要追求真相 蔡英文打死他 他也不会 所以唯一的一个力量 靠人民自己 为书啊这次能拿出人民的反抗权来 人民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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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最会喊的 人民有抵抗权 当我们在立法司法行政考试阶查 完全失灵的时候 完全没有灵活的时候 最后回到我们人民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 让蔡英文下台 不管用什么手段 上次我们才呼吁大家 连数也好 经常有这样的抗议活动也好 我们唯一的一个诉求 就是蔡英文下台 蔡英文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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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对于他的论文 必须要做交代 论文不交代 总统就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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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自己的力量 让他下台 同条铁匹 也抵不住人民的力量 好我们谢谢贺德恩教授 贺德恩老师 谢谢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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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